《新手賽》 澳門格蘭培爾大賽 《新手賽》 澳門格蘭培爾大賽 大家好 我叫Ricky 我在1987年已經第一次參加 澳門格蘭培爾大賽 新手賽 因為以前我們都喜歡在街上飛車 就算在街上幾快都好 都是沒有人認同的 我覺得要參加一些大的國際比賽 才能得到所有玩車的朋友 認可自己的實力 所以很辛苦賺錢 滿足自己的慾望 所以我自己在街上的AE86 稍微改裝一點就去參加比賽 第一次我很僥倖 排位已經排第三 前面兩輛是日本的廠車 我自己駕駛的就是街車 所謂的難聽點叫土炮 成績都算不錯 不過最後比賽的時候 那年突然降溫 突然降節四度 所有車的東西都全部搞亂了 車就攤不著 因為電池太冷 已經攤不著 然後那年又微微雨 那年發生最大的交通意外 就是我的車 被人撞到 即是攔腰撞到 車變成人 其實那年參加比賽之後 很失望 因為第一次去玩 已經受到這麼大的打擊 但是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真的不能放棄 自己這麼年輕 第一次當然是遇到這些挫敗 可能是我人生中一個激勵 所以我再接再來 又去參加 直到1989年 那時候就開始對車的改裝認識很多 那時候就幫一間 汽車改裝公司租一個AE8 來比賽 那時候租的車都幾萬元 只是租來玩一場 那又很囂張 那又很囂張 我獲得第二名 好過杯亞軍 我多過 但是呢 我的車呢 如果車正常 是應該可以獲得冠軍 因為我 一出去第一個圈之後 車沒有了二波 直接從松山那樣 很難開的 沒有二波 很多車想過 就靠自己的偽高人板牌 頂住人家 接著可以三波的時候 我就跟他拼了 那結果 都拿到第二名回來 都算給自己一個交代 那後來 就是賽車在香港 已經開始 就是越來越多人認識 有很多人玩 那香港賽車會 人多了 就一定要去 拿分站的分數 才可以參加澳門 因為人數太多 那時候開始參加 泰國的Qualify 去拿分 我們都要參加泰國 經過泰國的篩選之後 你夠分才可以到洪門 我們一樣去參加 但是那時候來講 那個洗費又更多 因為有更多地方去跑 那接著90年呢 我開始轉渣看牌 本田Civic 因為本田Civic 一出來 已經不需要怎麼改 就已經可以 已經贏了豐田車 所以後來我轉駕本田了 那麼 1990年呢 我又僥倖我了背骨 現在的賽車 跟以前的天冤之別 以前呢 我們的資源有限 還有很多關於改車的配件 有限 我們真的靠人去克服的車困難 現在呢 真的全球都已經這麼多 改裝的零件賣 現在呢 只要真的夠錢 你的車會很快 那麼 車駕駛人 以前的人駕駛 都是靠人去克服的車 駕駛得很快 以前我們駕駛 很多車都是駕駛原裝 全連裝 好像那個年代 有些大王冠 車駕駛 四角門 藍鳥 Bullbird 還有一些豐田的Presida 那個年代都是一種房車 但是我們都是駕駛的 那些車就是 跑大帽山 青山舊路 西貢 清水灣 就是我們駕駛的車 好像船一樣 都可以駕駛到臨尾盡 所以給我們一輛好的車 我們發揮了一個鄧豪 因為賽車 我覺得每個人 運動 首先是強身健體 我要當一種運動 然後 就是一種目標 我要追求這個目標 所以不斷去研發 和去思考 我怎樣才可以更上一層頭 因為我們賽車 如果跟香港本土的車手玩 其實每年都是那班朋友 就沒有什麼大挑戰 後來可以升到很高的比賽 就可以遇到很多國際的車手 例如德國的車隊 寶馬 或者英國的車手 日本車手 你可以跟他們同場比較 那時候才知道自己的位置 原來 是這麼渺小的 但是早幾年 在國內都有的 在國內我是一間公司 請了我做職業車手 因為他們都是做汽車配件公司 因為國內市場 有很多商業價值 商業的因素 所以就有職業車手 這種工作出來 其實香港我們以前玩 是業餘的 自己全無自費 但是去到國內 就是很多公司 給我們錢 我們去駕駛 甚至乎我們有工資 我現在就保持了一架 1995年的M3 我以前在香港 1995年的時候 都買了一架M3 不過現在我覺得這些車 很經典 和很快 值得我去保留它